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那建宗科学班这道题呢 它给了座位平面上两个点 然后呢 想用这两点再搭配一个轴上的七点 要画成直角三角形 那这边呢 要留意的就是直角的位置 这时候过A做个垂直AB的线 就会跟轴交两点 接着呢 这B呢 也可以做 所以目前呢 就会得到这四个点 那其实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什么 直角呢 在C 那角是这个VCA为直角 这时候呢 画一个半圆 这个半圆也会跟两轴交于四个点 所以这体呢 就是八个点 这体主要的概念就是定弦如果对一个等角直角 这时候呢 它的轨迹就会是一个圆 另外呢 考虑直角三角形的时候呢 要考虑直角所在的位置 所以这样子就会得到八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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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碗 碗 20分钟 了解